我是一個不太會講話的人 那我想要多多練習講話 現在講個故事吧 算是 鄉野奇談 這是發生在澎湖一個叫做萬安的地方 我是在PTT的Marvel版看到這個故事的 有人會在故隶的時間 上傳一些曾經在萬安的地方報紙 出現的一些難以解釋的故事 其中一則故事大概發生在民國三十年的時候 有一個年輕人他成年了 那他的母親要他去家中的雞龍抓一隻公雞來再來吃 當他去雞龍挑選到一隻熊啾啾的動機 準備去捕捉他的時候 他發現那隻雞一動也不動的看著他 那還漸漸的流下眼淚 同時呢他還發現雞龍裡面其他的五十隻雞 都釘住了 也都看著他 他大約有一百多隻雞的眼睛 淚眼汪汪的往他這邊望著 就在這一刻 他有了撤影之心 就把所有的雞給放走了 當然他這個舉動 讓他的母親非常的生氣 把他給毒打了一頓 在那一個物質缺乏的時代 你放走了一龍的雞 其實是一件相當嚴重的事情 因為那可能是好幾個月的伙食 或是可以拿去賣的生活費 但在那個晚上 深夜的時候他那個年輕人 他聽到你家的門口 有出現很多雞的咕咕叫 他出門一看 發現早上放走的那五十隻雞 都回來了 看其實很有意氣吧 知道自己要被宰殺 或許他們知道 這個放走他們的年輕人 會因為放走他們而受到處罰 所以還是回來了 寧願讓自己被宰殺 也不要牽連到這個放走他們的恩人 那這件事或許感動到這個年輕人的母親 所以自此以後呢 這個母親就沒有再打算 就是宰殺這五十隻雞 那養他們直到他們老死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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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